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配件Apple Pencil也会迎来更新 此前Jeffrey整理过相关爆料 现在这几款新品又有了新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来看 彭博社记者Mark Gurman近日报道称 iPad Pro可能跳过M3 直接搭载最新的M4处理器 并且将会使用新的OLED屏幕 iPad Air则将首次增加更大的12.9英寸版本 当前在售的2.2款iPad Pro搭载的是M2芯片 但照惯例 这次的新款应该是要升级为M3 但是根据彭博社记者Mark Gurman最新消息 新款iPad Pro有较大概率首发搭载M4芯片 在移动端首发M系列芯片 这种情况之前没有出现过 而根据此前爆料 M4芯片将会采用台机电改进版3nm工艺 以此来提高性能和能效 同时M4芯片还将配备全新的神经网络引擎 全新的神经网络引擎 应该就是新款iPad Pro首发M4的关键原因 因为将在6月发布的iPadOS 18 其重点升级是AI 当iPad Pro搭载了M4芯片 就可以提高相关AI任务的性能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新款iPad Pro很有可能也会成为 苹果首款真正由AI驱动的设备 而AI功能也会是它的核心卖点之一 古尔曼还表示 从iPad Pro之后 苹果会把每一款新产品都称为AI设备 当然 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回应 近期席群科技行业的AI热潮 另外 还有爆料称 新款iPad Pro将会升级24GB统一内存 这将使平板用户能更轻松地处理 多任务和复杂的应用程序 不过话说回来 iPad Pro的内存都到24GB了 MacBook Air和入门及MacBook Pro还是8GB起步 不得不说苹果是真的抠嗽 之前11英寸和12.9英寸版本 一个是LCD屏 一个是miniLED屏幕 而这次都会采用OLED显示屏 优势在于比LCD的显示效果更为细腻 相比miniLED也能做得更轻 更窄 更薄 所以新款iPad Pro不仅显示效果会得到提升 屏幕边框也会有所缩窄 据爆料显示 新款iPad Pro 11英寸边框宽度为7.12mm 12.9英寸为7.08mm 相比前代窄了10%到15% 除此之外 新款iPad Pro还将根据iPad 10的设计 将前置镜头和Face ID组件移至横向边框 如此一来 也就更适合横向使用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紧跟iPad 10的一新版本 还有MazF磁吸充电 这项功能的加入 可能会让新款iPad Pro的后盖设计出现改变 最后在价格方面 爆料成新款iPad Pro 11英寸起售价 由原来的799美元涨到了959美元 12.9英寸版本由1099美元起涨至1259美元起 iPad Pro之前有句slogan是 你的下一台电脑 何必是电脑 虽然这代性能已经赶上了入门级MacBook 但是看到价格后 Jeffrey只想说 你的下一台电脑 还真得是电脑 从邀请海上可以看出 除了iPad外 配件Apple Pencil也是这次发布会的重头戏 Apple Pencil 3将首次拥有触感反馈 对于Apple Pencil的升级 Tim Cook还在X上特别介绍 发文称Pencil as Informate 7 请在5月7日给我们写留言 2018年 苹果为了预热新品发布会 共设计了371个形态各异的苹果logo 在随后的发布会上 苹果推出了全新改版的iPad Pro和第二代Apple Pencil 同样 为了预热下个月即将到来的发布会 苹果也在海报上更新了6个新logo 这暗示了iPad的书写绘画体验可能会有重大更新 也凸显了苹果对这次升级的重视 从iPhone Apple Watch再到Mac 苹果都为这些产品加入了体积巨大的振动马达 这也体现了苹果对触觉体验的一贯重视 而在iPad上 这方面的体验还一直有所欠缺 在2019年 苹果曾提交了一份专利 这份专利描述了用户通过熟写BB肩的模拟 可以获得真实绘画书写质感 同时笔感还将提供触觉反馈 早在2015年 苹果也提交了一份类似的专利文件 唯一的不同是 之前的专利没有提及关于笔尖的内容 Apple Pencil 3触感反馈功能的到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类纸模 类纸模虽然能模拟纸张的触感 但往往会影响书写的流畅性和精准度 而Apple Pencil 3的触感反馈功能 能够在不影响书写精度的前提下 为用户提供更加逼真的纸笔书写体验 之前在iPadOS 17.5的测试版中 925 Mac还发现了多段代码 单指新款Apple Pencil将有一项重要的更新 全新的挤压手势 新的挤压手势允许用户快速进行一些简单交互 可以使用户在各种操作中更加方便灵活的添加形状 签名 贴纸或文灯等内容 既推测 该手势将通过按下Apple Pencil笔竿表面来触发 配合触感触控 Apple Pencil或许能模拟真实按键反馈 除了上述功能 新款Apple Pencil还可能更新支持查找网络 预计新款Apple Pencil 将适配所有支持第二代Apple Pencil的iPad 总的来说 这次iPad系列和Apple Pencil的硬件更新 对于专业领域的用户而言当然是更棒的选择 但是对于广大普通用户来说 更新 更贵的iPad的吸引力正在逐渐下降 iPad一直是耐用的代名词 许多用户都会过很久才更新一侧iPad 直到现在 除去电池影响 iPad Pro 2018款都依旧是平板领域非常能达的款式 但不可否认的是iPad在平板界依然有着相当高的关注度 在这次放飞把主题活动里 期待苹果也能放飞自己 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产品和体验 就在大家火对iPad新品满怀期待的同时 好巧不巧 欧盟委员会也在近日发文 将苹果iPad操作系统拿入数字市场法案的重要门户管理要求 苹果公司在上个月发布的iOS17.4中 为欧盟地区引入了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 浏览器等功能 以符合欧盟相关DMA法规策略 据彭博社报道 欧盟目前要求苹果公司的iPad 专讯iPhone同款监管策略 苹果公司据称拥有有6个月的时间来调整 届时欧盟地区用户 也可以在苹果iPad上 自由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NFC功能 并能够卸在更多系统内之应用 参考此前报道 在iOS17.4更新后 欧盟地区的iPhone用户 已经可以从App Store以外的应用商店中下载应用 从iOS17.5开始 用户还可以直接从开发者网站获取应用 不过 目前只有iPhone可以享受App Store以外的应用下载渠道 按照最新政策 东盟的iPad用户大概在6个月之内看到类似的功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搭载M4芯片的iPad Pro的表现吗 对于iPad的遵循iPhone同款监管策略怎么看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